一段话 吴欣宁说主席常常会失言 妈妈我先请教 柯文哲说什么 我真的有点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是谈生意的人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 其他有这样的经验 还是说男生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不知道因为那是柯文哲说的 柯文哲说八大行业六日生意不好 台北的男人去酒店是为了business 而不是为了娱乐 因为六日的时候 他们都要回家假装当好男人 这个不知道是从哪里的生命经验过来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吴欣宁就讲说主席常常会失言 我觉得可能民众党也要再帮他特训一下 因为他今天就直接就这样讲了 主席常常会失言 不用挖这个洞给我跳 建议你就去问陈佩琪 很真 他就是做自己 那你会怎么样来看 又是要秤声量吗 我觉得就是柯文哲他不管是故意失言 还是不小心失言 他都知道说他只要失言就会有声量 就所谓他的鲨鱼理论 就丢东西下去 就大家会追 反正追到他没办法回应的时候 他就再撕一个更大的眼 你们就忘记了 就继续讨论下一波 下一个就不记得 然后他说到那个八蛋 因为我记得他柯文哲 他之前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有用一个什么大数据中心 然后他其实那一场 就是这个礼拜天 因为我有去看他直播 他直接也是讲说 就是说他们搜集的大数据 要怎么运用怎么样的 所以他其实看的应该是 他以前台北市政府的 那个大数据中心里面的资料 他就讲到什么八大行业 那我个人有去过的八大行业 大概就是网咖了 网咖算八大行业 我两个跟他说来说 我觉得不一样 这位大哥 我如果讲网咖就不要拿出来讲 我我有去过就只有网咖了 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去过 任何什么酒店的经验 但是我们网咖假日是比较贵 网咖假日比较贵 所以可能是因为平日比较便宜 大家会去 然后假日比较贵 所以生意比较不好 我这次很难救 我讲柯文哲 他讲那个酒店那个事情 我们先不要进到他的好笑 我们先严肃看待这个人 第一个吴欣盈说他不要评论 不要挖坑跳进去 他评论了 他主席常常失言 那这个主席要选总统 他常常失言 他说过什么 早一天用骇客 因为他对中国太好被他质疑 他突然讲一句说 早一天 那天就骇客让北京瘫痪 你知道那是多夸张的言论吗 万一北京真的被骇客攻击 莫名其妙台湾 台湾 我们根本没有做 可是有一个科文者这样主张 嫌疑犯 这样子乱讲话 他曾经也主张过什么 说有1%的人没有升学 然后吸毒的也1% 所以没有升学的人 吸毒是99倍 99倍 他根本不懂那个名词 滥用名词假装是专家 他讲庞氏骗局 不是被大家笑死了 你遇到国民党是诈骗集团 他不是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是比较像老鼠灰那一种 然后他常常会滥用 没有因果关系的数据 来假装他好像很专业 很厉害 然后你当场一听觉得 好像有道理 比方他刚才讲 他说他是讲疫情的时候去疫调 所以发现 1到5男人比较会跑酒店 6日都在家里做好先生 是吗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贵雅 贵雅在讲话 然后现在外面有一个人在外面在打人 所以我们就得一个结论 外面那个每一次在外面打人 贵雅就会讲话 这叫做逻辑的谬误 这是根本的谬误 就是你不能刚好吸毒的有一% 然后别生学的是一% 你把这一%等于那一% 这是很典型的逻辑谬误 当医生当律师当法官 都不能犯这个错 所以他这次讲了什么 去酒店都是都在做生意的 不是去八大行业做什么的 每一家状况不一样 你在评论什么 我没有说八大行业一定对或错 可他这样推论 这个人如果当总统 他的国家政策是根据他有限的认知 误以为是世界的真理 这多危险啊 当然他认为说 这个没有生学的 只要不是 他当时讲不是智能不足 不是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就监管 我们就监管他自然就会好了 他当总统有这个权利 这很可怕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妈宝个性 就是我事实上只有妈妈好 妈妈说我说的都是对的 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对的 我见我是极为真理 柯文哲现在是这个习惯 所以我觉得吴欣盈还算蛮聪明的 他马上说这是失言 我们主席常常失言 不要挖洞给我跳 那你既然知道你主席常常失言 你支持这样失言的人当总统 可以讲清楚 一个常常失言的话 轻者浪费税金 台北市的那个口罩的自动贩卖机 不是浪费税金吗 重者可能会引起纷争或战争 所以对于常常失言的副总统候选人 你是没有职权的 只有他再见你才能递补 那你支持这样的人 所以吴欣盈把新政显露出来的 我觉得柯文哲如果想通了 会把胡欣盈说 不要说他要不要亂说 那至于柯文哲 不要踩在我身上 垫高自己 你觉得柯文哲敢跟吴欣盈讲这些 对他他有看的 他有看的 欣盈是行光集团的掌公主 你觉得柯文哲会对他大小声 我觉得这个问题 吴欣盈 他的 我认为他的发言非常不当 因为他第一个 说他的总统大当 主席是失言的 第二个 你们不要挖洞给我跳 你怎么不去问柯文哲 你为什么要挖这个洞 记者都来问我 挖洞的是你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讲这些话 其实的确某种程度 是一个鲨鱼理论 因为他只有空战 他的两亿美金也是一个空战 他必须要在网路上面创造他的声量 所以他这个business 八大行业这些东西 或许也是一个 哇你看我又丢出一个争议性的话题 你们就会讨论等等 但是大家的质疑是说 所以你今天要选总统的人 你的价值观 你的性别意识 到底是不是符合 现代民主社会应该有的水准 就大家的质疑是这样 然后你的副手 我觉得你跟你的副手 两个人会有矛盾 就像国民党两个 虽然今天心情很好 可是你们的总统跟副总统之间 也会产生矛盾 因为两个人路线就不一样 硬凑作堆 你们的副总统候选人 看起来才是总统候选人 因为赵浩康的政策 对啊政策都我的 你副手 副手不是要听啊 副手政策都副手是违线 你知道吗 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个副手 哇那个 已经嚣张到一个目中无人 政策都是听我的啊 你把自己当正的在做 正的怎么样 也憋屈嘛 对对对 副手说的都对啊等等的 然后所以你现在 的确看起来 你本来想要 哇好有疑 有一些本土蓝的色彩 但现在完全没有啦 你要开放终身 来台湾就业 就学 我要更正定语委员刚刚讲的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不是20 他们目前盖牌 然后内部说 其实是50 好好看人家的 他的20 是他愿意对外讲的 已经很恐怖了 愿意对外的是20 说实际上是50% 那 那整千万人的 当你的侯友宜 被你的副手这样拉着走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民众党的部分呢 就是你 总统候选人拼命的在闯祸 因为我要有声量 我就不断的在那边胡说八道 我也不用有这个 这个这个价值观 我也不用有这个 标准的这个意识等等的 然后你的副手就说 你们不要挖洞给我跳 通通都是别人的错 你们觉得 这两组的候选人 真的 真的适合现在 现代社会的总统大选吗 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 哇 真的有点悲哀啦 就是台湾走了这么多年 结果走到2023 结果还要面对这种水准 这种层次的总统大选 实在是丢人啦 难怪国际媒体 为什么要这么关心 因为你们很丢人啦 这种层次的总统大选